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抱孙子 婆媳之声一触即放 你是我们家爸儿媳妇 这传宗节的事自然就落在你们身上 我可不生啊 你要生 跟别的女生 你说你有什么能耐在这个家里药物药味道 这个家我一分钟都带不下去了 无法栏目剧都是一家人上级正在播出 妈 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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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爱上我的人 要不要打我们的生意 就是打架的地方 执法人员上场 干嘛呢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看 他打个出现人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不做生意 就是打架的地方 看执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执法来幕剧 我是主持人 兔花 今天我们讲一个新的故事 叫做都是一家人 我们的主人公叫做杨瑞欣 是一个漂亮能干的职业女性 在家时尚杂志社工作 老公陆海是一名记者 不切来感情一直很好 原本杨瑞欣 打算跟陆海做丁克一族 好好享受二人世界 他一心 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实现自我价值 但封建思想浓厚的陆母 一再逼迫他们生孩子 好给陆家传宗接代 为了一家人的和谐 杨瑞欣最终妥协 给陆家生了一个女儿 希希 然而 如一姐妹秋红 之前生的也是一个女儿 这让重大厅的陆母 一直耿耿于怀 琢磨着想要再抱一个孙子 现如今 所以单独二胎正在开放 而杨瑞欣是独生女 正好满足条件 这让陆母看到了 抱孙子的希望 于是陆母策划着 让杨瑞欣再怀一胎 给自己生一个大胖孙子 可是这一回 陆母的偏执 不仅跟小两口 带去了很多纷争 也会给陆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陆母的偏执 让杨瑞欣再怀一会儿 好吧 今天周末饶过你 对了 一会儿别忘了 去我妈那儿把希希接出来 带她去动物园玩玩 晚上咱们一块儿吃饭 妈 妈 您怎么来了 是一大早的 就是啊 一大早的 你去哪儿了 我今天耽误加班 快来不及了 妈 你赶紧进来吧 陆海 你赶紧起来 你妈来了 妈 你快进来休息吧 我要先走了 妈 你怎么来了 妈 瑞欣真很忙 你跟她先走吧 这忙不忙的 我管不了 之前我跟你们说的事儿 什么时候提上日程了 妈 这事儿 咱们回头再研究吧 要研究 我 我 我 妈妈 干啥呀 生孙子的事儿 还研究什么呀 这就跟种地一样 一个坑 西西西 我耽误多少工作呀 要不是因为这事儿 我早就升副主编了 天亮 天亮 你媳妇说的 这叫什么话 啊 是传宗接待重要呢 还是当什么副主编重要啊 啊 妈 妈 这事儿 我跟陆寒 已经沟通好了 你有什么要问的 你就问他吧 我来不及了 哎 这难道生孩子 是我儿子一个人的事儿吗 你今天 必须答应他才能走 妈 你怎么非得逼我生啊 就凭你 是我们陆家的大媳妇儿 就凭你 没跟我们陆家 生个大胖孙子 陆寒 你好好招待你妈 我真来不及了 我要先走了 哎 你不能走 妈 你不能走 妈 妈你放手啊 妈 妈你别动 妈 哎呦 哎呦 这不哨啊 不哨啊 这是要逼我死啊 我就是死了 爷妹妹 谢谢你爸呀 哎呦 你这种媳妇儿 她去来干什么 怎么了亲 我靠 我们就该做一期 关于生二胎的专访 什么意思啊 女人又不是生孩子的机器 为什么生儿子就是传宗接代 男人和女人的结合 是因为爱情 不能让传宗接代 成了家庭的炸弹啊 嗨 你这愤愤不平的 我认识你们家老外婆 又逼迫你是二胎吧 她呀 正在家里 密死密活呢 来了来了 哎呦 你怎么来了啊 妈妈这帮让我来啊 哎 行行行 我先帮 啊 是我让他们来的 来 你呀 来 来 哎呦 来 进来吧 呦 手都在这啊 哎呦 喂 你妈 还在家里闹呢 还在 那我晚上不回去了 我弟跟弟妹来了 哎呦 那什么意思啊 我看呐 你还是赶紧回来吧 我妈说了 要不回来她就不走了 呦 嫂子来了 快走走走走 快走 不是跟你们说不用等我吗 赶紧吃啊 牛牛饿了吧 快吃饭啊 怎么了 你也吃了 吃吃吃 这点东西就把你们收买了 怎么着 一顿饭 就想把我们打发走 想都别想 妈 我就不跟你拐弯了 生嘻嘻的时候 我已经妥协了 可这二胎 我是绝对不会生的 你不生 你不生 谁跟我们陆家传宗接待啊 还是 撑不死你 妈 又不是我不愿意生 我要能生我早生啊 你 你能生个啥 啊 你大哥大嫂都是大学生 咱陆家的孙子 得有个遗传基因好的吧 对对对 嫂子你遗传基因好你生吧 妈 话可不能这样说 秋红她身体比我好 生了孩子健康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是独生子女 你生国家支持 秋红生要被罚款 也是啊 嫂子 你赶上了好时代 你生二胎不罚款 你就生吧 这儿 嫂子 你就是妈的愿吧 大哥 你也说句话呀 真 我可不生啊 你要生 跟别的女人生 小瑞欣 何必生这个气啊 你 陆海 你不为陆家传终结代 那就是不孝 要再生 那还是个女儿呢 还是女儿 还 还是女儿 我 我就认了 我就不信 咱陆家 是面想我的命 妈 你要是这么不讲理 我们就没办法沟通了 你慢慢吃吧 我去我妈那儿 你先走了 再走 你追什么追啊 坐下 坐下呀 有没有一种夏威夷的感觉 嗨 你那婆婆啊 真可怕 她不有两个儿媳妇吗 她弟媳妇没有生二胎的资格 潜能解决的问题 那还叫问题吗 什么 用秋红生 你交罚款 还当真让我生啊 一人退一步吧 一个孩子 我已经够费心的了 我确实是没有精力 哎 其实吧 我倒是挺愿意生的 你想想啊 生个儿子好方老 谁会生孩子多是不是 多子才能多福 只是 嫂子你真愿意 帮我们交罚款 可是嫂子啊 这帮我们交罚款 也不行啊 生孩子是大事 我和秋红在家 去靠中国地 养鸡养鸭 过生活 这孩子 她是好生 不好养 就是啊 你们 一个是大编辑 一个是记者 工资高 代理好 多养一个没什么 他们 怎么养两个孩子 我来做主吧 这罚款 我们交 还有 每年 再资助你们五千块钱 直到孩子十八岁 还有 乡下的房子和地 我们都不要了 全给你们 这样行了吧 小子 我们家秋红帮你生孩子 这你可得负责她 养她做月子啊 怎么 这成了帮我生孩子了 你要诚心让秋红生啊 那就好人做到底 到时候见孩子了 就来你们家养胎 行吧 瑞欣 也就不过几个月时间 反正咱们家也大 大不了啊 到时候请个帮忙 行 我就一点 不管秋红生男生女 妈 以后 你都别再找我麻烦了 什么叫我找你麻烦 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五家着想啊 是 你有钱 有什么了不起啊 秋红 你生 生个大方小子 给他瞧瞧 妈你放心 我一定争气 嫂子 你看这口说无评 你还是给我们写个字去吧 啊 面对杨瑞欣提出来的解决方案 婆婆也不再辩驳 默默接受 为了能早日抱上孙子 她四处求方问药 天天催促监督 等我抱上孙子 我每天啊 好吃好喝的伺候你们 两个月过后 秋红终于怀孕了 陆家上下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 赶快抱着个青红 约起 约起 我以后天天都有后 我告诉你 我算是光荣地完成任务了 我去放松放松啊 那你上哪去啊 你约着打盘 这段时间可我未换了 这终于解放了 这我还不得幸福幸福 去吧去吧儿子 好好放松放松 这接力帮啊 就交给你媳妇了 妈 还乱啊 这放松也需要支持吗 妈 你这 你打发小学生呢 我都这么大了 够了 你都输了啊 我知道了 妈 赶紧打电话给哥嫂 让他们把钱准备好 知道了 喂 啊 滑上了 那太好了啊 是吗 那恭喜了 你让他在家里好好安胎吧 我看你 往前回 喂 现在都几点了 你还不回来 等等我看牌呢 喂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没听见 走啊 睡吧 五十 五十 一百 再五十 一百 先一百 两百 两百 真是倒霉 儿子 你玩了一个通宵啊 饿了 哦 我去给你煮鸡蛋面啊 妈 再过点钱 怎么 都输了 读孕不好 我睡个灰龙觉 我再去发门去 哎呀 放松放松也就行了啊 不想 我不能便宜了那帮孙子 妈 再过屋吧 我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不准去了 再说那地理的活儿 好多天都没干了 你不管了 这儿子得生 活儿也得干 不然 拿什么养孩子啊 哥嫂啊 别全指望他们 那孩子可是你自己的 你呀 什么时候能长醒啊 反正你得给我 陆志 一晚上没活儿 跑哪儿玩儿去了 你跟我说清楚 好了好了 让他睡会儿吧 让他睡会儿吧 让他睡会儿 跑哪儿去了 你啊 为了一家的和谐 也为了陆母 能顺利抱上孙子 杨瑞欣公父啊 最终以第一名 修红来生二胎 他们呢 负责来交罚款 和提供必要的生活 帮助呢 达成了和解方案 但是他们的行为啊 违反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 也受到有关部门的 相应惩罚 但是大人欺负 杨瑞欣以为 把这个包包 转到秋红身上 自己可以拿钱买个书心 也可以满足婆婆 抱孙子的愿望 她的生活 可以从此恢复平静 但是事情 恢复她想象的 这么简单吗 我们隐约能够感觉到 陆海的弟弟陆江 可不是一个省风的灯 她一直呢 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平时还喜欢小赌机吧 平时生活来源 只是靠着家里 种地的微薄收入 现在哥哥陆海同意 她秋红华运后 给予经济援助 这无疑让毒瘾 越来越大的陆江 有了直接的经济帮助 那么陆母的 报孙计划 都顺利进行呢 而接下来 陆甲还会发生 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喂 兄弟 喂 哥 这秋红华上的事 你知道了吧 恭喜了啊 记着啊 现在啊 要让穷红华华的 在家养胎 那 哥 那你把那罚款的钱 给我们吧 秋红华运 他家给我闹烈酒呢 这是见了钱 他心里也踏实了 不是 那 行吧 这样 我明天呢 先给你打两万块钱过了 好吧 行 哥 哥 不着急啊 不着急 自从秋红如愿怀孕之后 陆江变得更加好吃懒做 赌博成性 还不止一次 被这母亲和妻子管哥哥育之前 几个月之后 秋红的肚子开始显怀 便按照约定和婆婆 一起到城里安胎 而陆江则带着女儿妞妞 留在了乡下老家 天妙 妈妈走了之后 你要听爸爸的话 妈妈再见 奶奶再见 好好好 在家要听爸爸的话 妈妈 你生了小弟弟 会不会不要我了 傻孩子 等妈妈生了小弟弟之后 你跟妈妈一起照顾小弟弟 好不好 好 走吧 有事打电话 好好照顾你啊 路上小心点 躺好孩子啊 走啦 天妙 你说我上辈子 是不是欠你路嫁的 老婆 样子怎么说你知书达理 贤量书德呢 这下可有的闹了 你怎么就答应 让秋红到咱们家来安胎呢 秋红来不说 还让你妈跟着来 你妈要是欺负我 你可要护着我 怎么可能呢 那再委屈一个月 等秋红生下来了 咱们不就彻彻底底解放了 没有 准备他们来了 我去开团去 来了 妈 叫房 住小子 你们回来见人 她说 她看家看孩子 早说嘛 那我去见人过来就好了 你啊 我也指望不上 哥 你们家有肉能吃的 肚草饿 你吃吃吃 这一路上的嘴就没停过 家里有粥 刚熬的 我给你盛一碗 猪 哎呦 妈 怎么拿两只鸡来呀 这城里面什么时候想吃 哪儿都能买着啊 这可不一样 这是拿来养的 养上两个月啊 养回了再吃 羊 妈 这家里怎么养鸡呀 秀什么 这不是农村 哎 我都想好了 在阳台啊 用东西围起来 养两只鸡 是不成问题的 妈 我说 咱们这两天就把它吃了吧 那怎么行 这是土鸡啊 你以为哪儿都买得到啊 那还没长时间 吃了 多可笑 就是就是 哎 嫂子 那个 我们家除了粥还有没有别的吃的 温香里有 自己弄吧 我上班去了 行啊你 把老婆老妈送到城里 你哥那儿 你自己在这儿逍遥快活呀 我逍遥个屁 这钱都让你们给赢走了 怎么逍遥嘛 我 哟 哟 姐姐哥都在呀 行 哎 快来 赶紧给你姜哥摸一把 给他风中手气 赢了算你的 来 给我发牌 看不看 不看 没看 看 吃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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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牌 三十 三十 三十就三十 看你 哎呀 你这大 哎呀 我这真心啊 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啊 来 你呢 谢谢 来继续继续 帮你收拾他吧 来来来 我告诉你啊 春仙一蓝 你们 我生意都不碰 来 来 走吧 什么 你还真让他们来呀 我不已经后悔了吗 家里一秒钟就变养机场 再过段时间 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吗 哎 当初就让你不要走一个农村的 这事啊 我都不敢跟我爸妈说 他们要是再知道了 那就火星撞地球了 我只有慢慢熬吧 熬到我弟媳 生完孩子 我就紧放了 熬到我弟媳 熬到我弟媳 没有孩子啊 熬到我弟媳 哦 来了 好 哎 嫂子回来了 这家里什么味儿啊 哦 那个 我用空盆子 在凉台种了些葱了蒜的 这么大的凉台 空着可惜了 妈 连养鸡排不够啊 还要种菜 哎呦 妈还不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家楼下那超市啊 菜太贵了 还说什么是纯天然 无污染的绿色菜 就是 再绿色 还有我用史尿 种的菜 那么绿色 你不是怀生了吧 妈 你把家里阳台 弄些屎压尿的 这个怎么住啊 家里味这么大 哪有什么味儿啊 哎呀 不是我说 你就是娇气 习惯了就好了 等我把菜种出来了 你一吃啊 才知道什么叫绿色蔬菜 哦 你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弄饭去 哎 妈 你别忘了洗手啊 真的 你可不能做我的 亲爱的亲爱的 就是很愿烦 不行 你看 再过几个月 他们不就走了 你也犯不着弄成一件人不愉快吗 那还成我都不是了 哎呀 是是是 你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我的意思是说呀 你犯不着跟他们闹 你眼界都害货呀 是吧 少来 我告诉你 这家里这味儿 我可真受不了 那我去把门关了 哎呀 你说听菜啊 城里不都流行这个 啊 羊田收菜吗 就我妈呀 她也算是引领潮流了 是吧 引领潮流 我看这家里客厅也挺大的 干脆啊 把这菜也种在客厅得了 哎呀 你看你 哎呀 你这手是不是也泡那些东西 赶紧去洗了 好 我去洗 去洗 臭死了 走了 今天真他妈的 你出了多少 没人输光了 以为你们四次赢了 下次一定报仇 随时欢迎你们啊 慢走 呦 春夏 之前呢 我从来就没赢过 你这一来 我十来运转 你看 大爷打算怎么谢我呀 拿着 哎呀 这光风红可不行 哎呦 那你打算 让我怎么谢你呀 你也带我去这样 吃好吃的吧 这钱呢 我以为什么 姜哥 你老婆不在家 你一个人不寂寞呀 嗯 我以为什么 那你知道哥寂寞吗 要不要 讨厌 孩子还在家呢 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啊 多吃多长长得肥肥壮壮的啊 来来来快点吃啊 多吃点来来来 妈 妈 大清早的你在干啥呀 这都几点了还大清早呢 还睡呀 今天不是周末吗 平时周末的时候热心得要多睡一会 大哥起来了 早上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弄 不用了不用了 你自己吃吧 你嫂子呢估计要睡到中午才起来 不过稍微小声点 你嫂子她睡眠前 睡到中午啊 这叫什么话 你看人家秋红 怀着孩子都没那么娇气 哎呦妈 我哪能跟嫂子比啊 我就是见面 谁说你是见面了 你是陆家的宝 我还是那句话 你呀 给妈争口气 生个大胖小子 让她瞧瞧 我走 吃饱了吗 简直 吃饱了 吃饱了 你说 等你老婆生完孩子以后 哪能还记得我呀 他在不在家都一个样 他还能管得了我 哇 啊 这什么 还行啊 到我家去 啊 我现在就回了 又大牌啊 啊 咱们现在就回去啊 杀他个 评价不留啊 哈哈哈哈 走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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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们俩是取了钱才回来是吧 好 今儿个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好 你们等着 我给你们倒水去 好 好 好 来 把这儿跟进 行 你小子行啊 老婆刚走 正面也没闲 哪有多废话 大家 俗话说 勤场得意 赌场私益哦 哎呀 把这儿走着瞧啊 把这儿走 嫂子 你穿了个明星似的真漂亮 你身完啊 嫂子啊 也送给你漂亮裙子 这个世界上 只有懒女人 没有丑女人 你们站住 别把我们秋名给带坏了 你看看你 你穿着什么样子啊 这么短 两个大脚都在外面 使不了也不是什么什么嘛 妈 今天晚上我们当过一个派对 我先走了 哎 哎 爬梯子 这大晚上的爬什么梯子啊 你都是当妈的人了 怎么这么不检点呢 不检点 我哪儿不检点了 哎 你说你早不去爬梯子 晚不去爬梯子 非要赶着我儿子加班 穿成这样去爬梯子 我看你啊 就是有鬼 我有什么鬼啊 今天晚上我参加party 陆海是知道的 我先走了 不行 你今天不换这山洋的衣服 哪都不想去 妈 你怎么不讲理啊 你把家里弄成这样 我都不说了 现在你还要干涉我的生活 你看看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你是我们陆家的媳妇 我就得管 你倒是换不换 哎呀嫂子 你就听妈的吧 你这大腕弄穿成这个样子 招四娃子 什么 又想伤心点火的 在我儿子面前告证是吧 我告诉你 我儿子怕你 我可不怕你 你要是给我生的大胖孙子呢 我倒要除你几个 跟你说你 有什么能耐 在这个家里药不药味道 你把手机还我 不给 你把手机还我 不给 还你给我 就不给你 我就不给 给我 就是不给你 我这也没事 给你给我 哎呦 妈 妈 妈 你妈自己摔的 哎呦 哎呦 我儿子 你都看见了 你不在家的时候 你媳妇就是这么欺负你妈的 哎呦 我复活了 我复活了 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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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回事了 哎呦 哥 那个 你看你媳妇有多霸道 我就说了他两句 穿着这样出去不安全 我也是为他好 担心他嘛 我好言好语 跟你妈说了半天了 今天晚上派对 你是知道的 可他非把我堵着 不让我去 哎 我为什么堵你啊 啊 你自己不守护道啊 我 我 这个家我一分钟都带不下去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儿子 听见没 你媳妇这事赶我们走啊 妈你小心点嘛 哎 我是谁 妈 你费点泡了这个家 鸡喘不宁是吧 你也嫌我烦了 嫌我闹了啊 妈 你是有了媳妇忘了娘 好 明天 我就跟秋红回乡下去 哎 哎 他妈 什么手气啊 这么背 今天都输了八百了 哎 哎 你快醒醒啊 帮帮我 哎 我看 明天就算了吧 明天继续 行 明天继续 今天手机不好 散了也好 散了散了 哎 我会抖个屁 别走啊 明天 明天啊 明天啊 明天 别走啊 你吧 明天明天 好困啊 这什么 一群 哎 你又扭呢 下午就没看到呀 一直这么回来 我一新看你们还哪 我也没注意到 这都这么晚了 他能去哪儿呢 这是 说不定去谁家玩了呢 应该行 不行 我过去找你 哎 小江 小江 冲在来了 怎么了 我家老公子听见一个小女孩哭声 你看四地家溜溜摔的 上天坡下心里去了 有些严重的 送到医有所去了 什么 哎 快去 快走啊 快 找个 快咋了 快咋了 看你以后你还乱不乱跑 你还把你摔了 那怎么就没把你给摔死呢 我告诉你 你以后再乱跑我管都不管你 听到没有 呦 李贤姑娘 怎么了 你给我约人 啊 我这 我还得翻本呢 你女人都这样了 还打翻来 哈 我昨天医药费都用了两把 我不得找人给我报销的 快去快去 那我去个约 快点啊 挂 挂 挂了陆江 你过来接我们 为什么呀 这不是说好了 这不是说好了 生了孩子之后 你们才回来的吗 哎呀 嫂子他们要赶我们走 他凭什么呀的 大江 你大哥在白野狼啊 靠我住 赶紧来接我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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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又吵什么呢 这是啊 我在地里干门活呢 不是 当初不是说好了 在哥嫂家养胎做月子的吗 那 啊 你去就这样吧 喂 喂 喂 怎么说 怎么说 怎么说呢 妈 行了 你看你这么一闹 瑞欣一晚上都没回来 我现在马上去上班了 真没时间给你们折腾了 你忙你的 你忙你的 我跟秋红自己走 我跟秋红自己走 妈 干不干 十块 老高 秋红 你怎么回来了 他不要你的东西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把这儿干什么 你怎么回来了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我给你拼了 哎哎哎哎 别打 别打 别打了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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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没事了啊 小花 小花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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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上院了 走了 走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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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 你不是说你看家看女儿吗 那妞妞好好的 真的就摔成这样 你 你怎么当爹的你 舅 不是哥说你啊 你说你这件事 真的做的是大错特错了 要是秋红和孩子 真出了什么事 我看你怎么办 医生 医生 在故事里面我们看到 陆江少的母亲和妻子约束 更是士组成性 他作为我们的这种聚众赌博 构成赌博罪 这盈利为目的 就不再是娱乐性质了 根据我国刑法第303条规定 以盈利为目的 聚众赌博 或者以赌博为业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另外 秋红因为老公出轨 无法忍受 动手打了春信 而春信不顾大家阻拦 在和秋红弄打过程中 把秋红推倒在地 将秋红和肚子的孩子性命攸关 那春信的行为 也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34条 故意伤害三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在本期结尾 我们看到 暂时平息的风波 又再度掀起了 一家人的矛盾 也是愈演愈烈 因为生活习性 和思想观念的巨大落差 杨卫金跟婆婆的冲突 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顶点 而另外一边 一心渴望着 为陆家传宗解答的秋红 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在城里面 辛苦养胎 而这样陆江 在家里面有了外遇 这让秋红很是意外 也是他无论如何 都无法接受的 而如今 大儿子和二儿子 愿平静的生活 都因为陆母的抱孙行为 被彻底打破了 或因可谓都陷入了危机 而秋红被春信 推倒在地 父同不止 他和肚子里的孩子 能不能够平安呢 这些事情的发生 给陆家怎样的冲击呢 杨瑞欣 如何面对 这个恒生的意外 到底因此 而相遇上 怎样的冲突呢 明天请不要错过 我们都是一家人的 下集故事 我怀上了 我已经跟你妈说 我赔了 这春信死活 要把孩子给生下来 都已经丢了一个孩子了 难不成 你让春雪打掉这个孩子 这个狐狸亲爱 你还敢来 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算吗 求你 不能让咱陆家断了香火呀 对不起你 我今天就要死了 你们干 秋红 你冷静点 别干啥事啊 哥 我们离婚吧 秋红 秋红 你把我生活搞砸了 你也别想好逛 不许走 大家都看看 就是这个人 他害得我流产 我老婆也要跟我离婚 现在连我婆婆都要搞扫地出门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帮你想办法 你老婆王秋红 告你同情罪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做劲子调查 你吃了他外的女人 我们陆家很难一点对不起你了 陆汉 跟他离婚 瑞熙 我们俩现在都冷静了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神图画 再见